今次我們講到用一個PDF來傳呼音或幫助人 這個內容是充滿喜樂的秘訣 我也想解釋一下這個方法 我其實做了很多PDF,希望大家有耐性去練習 因為有些人覺得在練習時又跟著講,好像很重複 但有重要性,為甚麼呢? 你聽我說得很順 到你說的時候,你真的幫助人時,你突然覺得怎樣說 你會不會懂得的 譬如我初期信耶穌的時候,教會帶我們去傳呼音 這樣就叫我們跟旁邊說的練講 講完之後,我們跟著練講練講 練講得出去的時候,我們就能夠隨時說到 當然,懂了基本就可以變化了,可以改變了 同樣,這也一定要在分組時練習去講 可能你會覺得,好像剛剛聽完又再說一次 但有時我們傳呼音都是要練習去講的 而且是越講越進步的 例如我自己這樣 我以前在信耶穌或是開始傳講道的時候 跟現在的訊息是很不同的 很流暢,而且不會被東西卡住 是能夠和感情流露的 這些是要練習的,當你熟習的時候能夠練習的 這次我一直講的時候,也一直講的 如果有人,譬如說,你一直解釋這個 如何開心,他有些疑問,我怎麼回答他 我都會講出一些答案出來 這個內容可以幫助我們建立和人的生命 幫助基督徒的生命 我亦都做了不同的PDF 大家用這個一數就可以下載到你的手機 我的手機也下載了十多個PDF 隨時那個人需要的時候,我就可以用了 好了,今次講到這個充滿喜樂的秘訣 首先有喜樂,就是親近神會有喜樂 接著就是清理垃圾 即是不開心、煩惱、人們氣壞 有什麼人的不好,我們都放手 由於我們深信神是很欣賞 神是喜歡的,喜歡我們親近祂 我們又歡喜了,我親近神,神就歡喜了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很簡單 得到喜樂的秘訣 我再說一次,就是親近神,所以喜樂 接著清理一些不開心 而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我們深信神喜歡 神喜歡,我就應該開心 因為聖經說到,祂因我們歡欣喜樂 默而愛,我們此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神都開心,尤其當我們親近祂,遵從祂的時候 祂更加開心,所以我們應該開心 因為我很熟悉不同的經文 所以我隨時可以講到 你不是那麼熟悉也好 你慢慢學習、練習 慢慢講一講一講,你就會熟悉 首先講一下,為什麼這麼多人缺乏起落 其實原因很簡單 注目在垃圾 注目在煩惱 經常想著煩惱,就是這個原因 其實基督徒有兩種 第一種是注目在自己的 被人傷害、激傷、痛苦、困難、情緒問題 或者人不尊重我 或者有尊重我又很喜歡 沒有尊重又很不喜歡 當然我們有人尊重是歡喜 但我們也不是因為這樣,所以我就歡喜若狂 有些人不是的,有人稱讚他 告訴別人,那個人稱讚我 那個人稱讚我 他會覺得這件事令他很開心 變成他的自我形象 是由人的讚賞建立出來的 但我們其實不是注目在人 如何尊重我們 當然人尊重我們,我們感謝神 也感謝祂 但不需要像歡喜若狂 而是說,這是神的恩典 看見我將榮耀歸給神 以及得到什麼利益、有什麼享受 很多時候人就注目在這些事上 當他得到就開心了 得不到又不開心 那麼注目在自己的問題身上的人 是困難的 為什麼一有困難,他就會卡住 其實大部分基督徒都是這樣的 大部分 而注目在神的恩典和人的好的地方 是屬於少數 其實也有若干基督徒這樣做 不過時常這樣做的不多 即是時事都是這樣做的 是不多的 那麼注目在什麼呢 哇,神這麼多恩典 神又救我們 聖靈又感動我們 又帶領我們 有奇妙計劃 又賜給我們各種恩賜 又有將來的天堂 哇,好得不得了 哇,神很大的恩典 又大有能力 祂賜給我能力 生命改變 祂又更新我的生命 又給我能力去為人祈禱 可以得到安慰、得到醫治 哇,多謝神 注目在神這麼好 所以我就經常去做 經常去侍奉神 所以有機會你跟他去宣教 你說人祈禱 咦,那些人又經歷聖靈 那你就多謝神 神的大能臨到我身上 使用我了 就不是驕傲 而是神這麼大的恩典 所以我就開心了 而且神會保護我們 又祝福我們 又醫治我們 即任何地方 神幫我們都記得了 那麼 我們都會想到 人的痛苦和需要 就不是想到自己的 啊,祂有需要 祂有需要 所以我想帶祂信耶穌 我想祝福祂 注目在人的需要上 以及神的天國的擴展 如何帶領更多人 以及有永恆 有一天我們去到天上 神祈禱我們所做 我就時時想到 我盼望將來的 永遠的日子 以及神的賞賜 所以我就時時都歡喜快樂 而我生命都是為了這樣的目的 當基督徒時時在這一方面 祂會平安喜樂 其實注目一件事 就是我做甚麼對神都歡喜 於是我們就歡喜 就不是說好像 哎呀,我又做得不好 這一點都是很重要的 為甚麼有興趣呢 就是我經常注目在人身上 好了,只是這一點 你跟那個人說 可能那個人都說 很難啊 被人罵完 怎麼去想神啊 可能有人這樣說 被人擊完 怎麼去想恩典啊 那些人整天都對我不好 我怎麼想恩典啊 那我怎麼回答他呢 我再說了怎麼回答 待會大家都可以練習一下 雖然我們今天不講完這個powerpoint 只講一部分都可以 最重要是大家熟練 怎麼說呢 首先我們自己有沒有這樣做 有些基督徒會有做的 不過做得多不多 那你自己想想吧 你被人擊傷 或者是困難 無論你是船夫的困難 或者是你幫助家人的困難 你任何一方面的困難 或者是普通的工作的困難 當你的困難的時候 你是不是經常想著的困難呢 被人擊殺呢 可能你自己也會有聖靈感動 經常想著都沒什麼用的 天天都睡不到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有一個問題被人擊傷 哎呀 睡不到 第二晚又睡不到 第三晚又睡不到 一直睡不到 那你也會想的 那怎麼辦呢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聖靈都會提醒 那不要再想那些 都處理了就算了 放手了 那你就想一下 我怎樣可以倚靠神有喜樂 或者去唱詐美詩歌 去看一些敬拜詩歌 去想一下神的恩典 會放手 基督徒 如果一個跟耶穌有關係 基督徒總會去那個位 不過問題是去得多不多 以及快不快 有些人要等一兩個月才去的 即是一兩個月才去的 我希望大家 你自己都習慣 逐越來越快 我來說是幾秒鐘 我只能留意到的 一秒鐘、幾秒鐘 我便留意到 咦 那個人氣到我了 我有些不開心 不喜歡 那我就盡快去告訴你 我不開心是有破壞性的 要破壞我和那個人的關係 令到我看到他 會有些不太接受 不太歡喜 所以我求耶穌幫我了 我立即處理了 我多些想神的恩典 我不需要負責人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我們幫人 但我們不要背著人 什麼叫背著人呢 哎呀我幫他都不聽話 幫他都是這麼軟弱的 那我們就很慘了 所以我們要選擇 選擇什麼呢 想神的恩典 還有我有幫他 不過他不聽話 我不放在他的不好的地方 放在心上 不去重複想他的不好 我只是重複想 我又幫到他 神歡喜 所以我可以開心 於是我們就處理 這樣就開始 更多喜樂平安 尤其是很重要一點 我做生什麼是對的 我親近神 神就歡喜了 神就笑 所以我又可以笑了 有些人說 聖經哪裡說他笑 西方的書三章十七節 他因你歡恩喜樂 墨然愛你此恩喜樂 而歡呼 神很開心 開心到歡呼 歡呼不會這樣的 歡呼 當然是開心的 哎呀 很開心 所以神也開心 那我就可以開心 即是我們想到 想到神的恩典 而想到一做一做得對 神就一定喜歡 於是他喜歡 他對著我笑 我現在看不到耶穌 但是我去想像 耶穌見到我 遵從神 神是歡喜的 就算有時我們傳福音 那個人不聽 那個人不肯相信 我們都在想 耶穌看著我 很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有榮耀祂 將來有一天到審判的時候 神就會跟那個人說 我的兒女有向你傳福音 不過你沒有信 但是我喜悅 我兒女所做過 神會喜悅 所以我們就可以告訴自己 神很喜悅 神在笑 我就可以笑 這是幫助情緒 做一個很重要的鑰匙 我又多謝神給我 找到這條鑰匙 就是根據聖經所說的 就是一杯涼水 做了一個小子身上 都不能不得賞賜 於是我就可以歡喜快樂 這個注目在這些恩典 人自然就開心了 這個鑰匙 當有個人問的時候 怎樣啊 怎樣做啊 我們就解釋給他聽 自己分享 首先 你們有沒有這個經歷 我問問大家 這裡有多少人有這個經歷 就是當你不開心 你會留意到 你會處理 可能你快又慢 我不計算你快又慢 總之你會遲早處理 就不會說 一直被人堅持 有處理的請你舉手 就是會想回恩典 或者想回你遵從神 神會喜歡的 有幾個會有的 那就是神 你會有 那就是神歡喜 就是你有這個方法 問題就是你做得多不多 還有有沒有刻意 留意到自己 在不開心的狀況 其中一點就是留意 這是一個習慣 我自己其實由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後來我經歷起落 我就經常都留在起落的狀況 我會留意到自己是否開心 有時會不開心 譬如有時有些困難 有時有些人不聽話 或者有些事情做得不順利 也會有不開心 我會留意到 我有些不開心 因為我平時會開心習慣 不開心我就知道有些東西 知道有些東西的時候 我就盡快處理 就是留意到會處理 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會不會留意到 你一日之內的情緒 在什麼狀況 譬如你被人罵完 你會不會告訴自己 我現在不開心 這個知道很重要 雖然你一定不開心 被人罵完 但你會說 我知道我現在不開心 我知道我便可以處理 有些人會這樣說 是不開心 不過他沒有知覺 沒有放在意識上 現在我正在被人影響 我現在正在受傷 所以我不開心 我想問一下 有幾個人 你會有知覺 你的內心情緒在發生什麼事 你在做什麼事 你會有這件事 你的情緒狀況 你會有的 請你舉手 你有這個狀況 感謝神 希望大家有更多知覺 但知覺有一個 負面的知覺方法是什麼呢 負面就是看負面 就是怎樣 哎呀 我又是不開心 很危險 很壓住 哎呀 很慘 這樣 不行 因為這種知覺 是經常都知覺的負面 並且壓制自己 哎呀 我又不開心 糟了 我又被人氣壞 我很慘 這樣知覺是很淒涼 我所說的知覺是什麼 我知道我不開心 不過我會盡快處理 我知道我不開心 其實我在那時候 讀過軟木課程 就學習這個知覺 是很有幫助的 有一次 我發覺很有用 是什麼呢 我一次探望病人 我發覺有些沉悶 為什麼沉悶呢 其實病人很容易令人沉悶 他沒有什麼反應 聲音又小 總之整個人都是沉悶的樣子 我發覺我自己沉悶 因為他沉悶 所以我也沉悶 我知覺到 我現在跟他聊天 但我現在覺得很悶 我想他可能見到我面目的表情 也有點悶 但我立即想到一點 神帶領我去想 想到什麼點 將來到審判的時候 神不只是問我在教會 做什麼事奉 我既然去探訪那些病人 耶穌說 你每次探望病人 你的心都很悶 你都很不開心 你的心是吐住的 吐住 都是不開心的 神就說 你那時候沒有榮耀我 所以我想到這樣的時候 我便說 神啊你幫我吧 就算好像那些人 是很令我沉悶的 我都不讓他影響我 就不留在沉悶之中 我就盡快處理了 盡快處理 我正在做的是好事 我可以令他開心 雖然他有什麼反應 譬如我令他開心一點 今天開心見到你 笑笑一下 他會開心一點 你覺得怎麼樣 我知道他感受他的痛苦 他感受到也會有些少安慰 但可能他沒有反應 不過我告訴自己 神歡喜 我就改變我的思維 我現在做的是神歡喜 這張文章很有用 其實如果大家喜歡 可以把一些重要的文章 放在你的手機 放一張文章 一張文章是PDF 這些檔案 另一張文章是放一些重要的文章 你有一個名字 你有搜尋的名字 剛才我講的 希望大家明白 待會兒解釋練習 我再簡單講一次 讓大家可以容易記得 一個人是否快樂 在乎我們注目的是什麼 你在乎自己有多慘 人家如何對自己 人家有沒有做應該做的事 在我們身上 我們注目的事情 就會失望 失望就會不開心 雖然他應該做 但他沒有做 我越是注目在他應該做 不過他沒有做 我都會不開心 譬如丈夫、太太、家人、老闆 他沒有做什麼 我經常都會不開心 注目在恩典 包括神的恩典 以及人的恩典 譬如不好的人 也有好的地方 有時有些人 他說 我丈夫對我不好 我說 你丈夫有沒有那麼多好 他說 有 那麼多也有 他也幫忙 他也清潔 他也會賺錢 我說 感謝神 那你就欣賞他那些 但他覺得很難 因為這麼多不好 這麼少好 他覺得很難欣賞 但我說 你欣賞多些 他好 他會開心一點 他見到你開心 他會有力量一點 這就是注目在他好的身上 就是人好的身上 我們注目在人好的身上 我們就會更加開心 以及我們住在人好的地方 幫我們處理那些負面的東西 神給我這麼多恩典 神幫我 於是我不用受影響 我能夠處理到 我們分享給別人聽 我本來真的不開心 不過我處理完 我數一下神的恩典 我真的開心了 我讚美神真的開心了 這個方法我們用得著 我們就可以分享給別人聽 必定我們自己先用 但可能有些人 很久才用一次 不過我們試試練習 多一點用 很簡單 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你下去等車 車子剛離開了 也會不開心 因為我經常留意 少許事都會不開心 即是告訴你 不要緊 在這裡讚美神 神老歡喜 那就用另一個意念取代 譬如我跟太太 我們有時要等那些村巴 通常來講20分鐘一班 有時剛落到他離開了 普通人說 哎呀真是壞了 就離開了 但我跟太太說 我們現在就開始拍拖 在那裡聊天 在這裡享受這個時間 不要緊的 車子離開了 我們在這個時間 都可以享受 這就是如何看自己 在神的身上 自己都可以看好的東西 有什麼好的東西 愈是看好的東西 我們愈開心 希望大家用時間去解釋 亦都應用 可能有些人說 做不到 要點就是 你有沒有做到一次 幾次 你做過一次 做過幾次 即是懂得做 你懂得做 越做越多 你就越來越開心 但有些人明明懂得做 其中的原因 為何不肯這樣做 不服氣 他這麼壞 我當然是生氣 我生氣他 我生氣他長一點 以為生氣他長一點 就好像 抵抗了 就是生氣他 罵他 抵抗了 但其實越罵 自己越受傷 所以這就是個思維 我們的思維 如何是合乎神的心意 好 申言十七章二十二節一起讀 起落的心乃是良藥 憂傷的靈屎骨 呼乾 如何可以起落 起落真的是良藥 起落的人 整個人都精神爽利 譬如 很簡單 那些人要鬥球 如果他開始說 對手是世界冠軍 我如何打到 他更加害怕 他更加打不到 如果我另一個想法 我打贏世界冠軍 我打到幾球美麗 我就很厲害 就算我輸了 但我有幾球美麗 那些人都會拍爛手掌 我打到幾球美麗 這就是一個正面的看法 一個開心的看法 其實一個人經常開心 自然身體又健康 又睡得好 人際關係又好 各方面都順利 如何可以起落 就是所算神和人的恩典 神做的和人做的 神做的我們要記住 我經常都記住 神有什麼恩典 我都記住 譬如其中一件事 很簡單 就算你們很集中 聽我說 我覺得都是神的恩典 因為神感動你們 你們有心聽 我覺得都是禮物 以及你們的支持 都是禮物 我們去侍奉神 一起支持這個事工 去祝福更多人 這也是禮物 那我就數算 多謝天父 我們有一群 忍者是有心的 然後親近神和遵從神 神又歡喜 我也歡喜 這就是喜樂的秘訣 我希望經常記得 我讚美神 神就歡喜 所以我就可以開心 每天都開心 Hallelujah 以及接受人的罪聲 接受的意思是相信 不是說他犯罪也不要緊 我明白 我明白 我明白更加好 我明白 我明白他是有罪的 而我清理自己的傷害 清理自己的自責 有時別人做在我身上 還有我自己做在自己身上 自己會 哎呀我真是壞了 為何要這樣說 這樣的事都說錯 哎呀我這樣跟別人相處 怎能行 即是自己會自責 這個時候我們清理這些自責 我自責有做錯 我們求主赦免 赦免了我就放手 我們就不要繼續去想 越想越多問題 越想越沒有力量 但我有這麼多進步 我就讚賞 欣賞自己 欣賞神的工作 所以我進步 我多謝天父 我就開心了 於是我就活在喜樂之中 在神的喜樂之中 其實這個喜樂很重要 就是說我知道神歡喜 所以我開心 我做什麼神歡喜的 我都開心 但其實大家都可以這樣的心態 我現在來有心聽聖經 有心學習 被訓練去侍奉神 神歡喜 你可以這樣告訴自己 我一邊坐著聽 神現在歡喜 神現在開心 我自己一邊說的時候 我說神都歡喜我這樣做 哈利雷雅 這樣我們時時刻都很開心 有幫助人 又歡喜 有侍奉神 又歡喜 以神為樂 神就喜歡了 好了 憂傷的零時骨灰光 什麼人會憂傷呢 就是經常數自己的痛苦 哎呀 又被人罵 又沒有人看得起我 又沒有朋友 哎呀 那些家人對我不好 子女又不聽話 哎呀 其實這些想法都是沒有用的 我們越想神的恩典 越平安慶省 越能夠改變人 但是越想這些困難 譬如教兒子也好 兒子不聽話 經常都說他不聽話 哎呀 好煩 越這樣想就越煩 但是越平安慶省 輕鬆鬆 跟他輕鬆相處 其實他很頑皮也好 你越罵他 不代表他會聽話 但是越對他好 他可能有機會會聽話 就是人被讚賞 被欣賞 是會開心一點的 而且你看到他會笑 他會開心一點 他會改變多一點 你看到他腐敗後面 他不喜歡 但是你看到他 他一回來 你一開心笑 他可能會覺得 有什麼好笑啊 我有什麼 今天做得這麼好啊 沒有什麼原因 就是因為你是我兒子 所以我會開心見到你 這個 慢慢改變的時候 有什麼人都開心 欣賞 我和我太太 一天都說很多欣賞的話 經常都說 你真好 很喜歡和你一起 你真是 是神給我很大的祝福 我經常都跟她說 讓她知道 她是很寶貴 很重要的 這就是令到人 開心 都算了這些欣恋 我會這樣說 多謝神 將我太太賜給我 那我什麼東西 我都會有的好的東西 我都會數算是神的恩典 好了 而憂傷的人 就是經常數一些困難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覺得痛苦 代表神不愛自己 很多人都是這樣想的 哇 神都不改變我 神不要我 即是神不愛我 這是錯誤的想法 我們有問題 不是代表神不愛我 只是代表我們有罪 人有問題 或者別人有罪 有困難需要處理 慢慢可以處理到的 其實 每個人都有困難 我也試過困難 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也有困難 經歷四年充滿的困難 更加幫我倚靠神 以及對於垃圾放手 我學到這東西 我就反而能夠得勝 所以不去想困難 有些人說 我沒有錢 我告訴你 我都試過沒有入息 我都試過沒有入息 我以為四年充滿 回到外國 因為當時我第一個太太 她已經離世了 她無法適應香港 所以我回去 當時我不是很想的 不過我遵從神 我也是照祂回去 我以為聖年充滿 很快會 侍奉的樣子 都會很順利 找到侍奉的工場 但我發覺不是 是困難的 過程是困難的 但最終神是開路 但過程中是有困難 但我在困難中 而且我有些偽悶的感覺 但我偽悶時 神一定會開路 我就依靠神 我每天去親近神 神就一直開路 是很奇妙的 很多次奇妙的作為 大家都算了這些 神奇妙的作為 所以我不會說 那些困難只是代表神不愛我 我不會這麼想的 另外就是 人們不開心 因為他們不接受人的罪性 有否搞錯 會這樣對我 連基督徒都敢對我 連傳道都敢對我 就是接受不了 其實人人都有錯 不代表 他做錯不代表 他是壞了 他都有他的好的地方 有時有些人 看到傳道人一樣不好 哇 他很壞 有時他有些地方甩漏 不代表是壞了 他有他的強項 我們就接受 有時人做錯事 不要緊要的 不死得的 還有有些人為何不開心 經常反覆思想不好的人 和事 經常都是想來想去 有些人真的 睡上床就想了 很難睡覺 當你一開始想起 上床 很難睡得著 反反覆去想 反覆自責 真是壞了 為何會這樣 於是整個生命被拆毀 其實這兩張文章 都是很重要的 讓我們解釋給別人聽 如何可以開心 如何可以有力量 而很多人都是跟著情緒做決定 開心就做甚麼 不開心就做甚麼 開心又是吃東西 不開心又吃東西 有些人 開心就吃東西 不開心就去吃東西 開心又買東西 不開心又買東西 有一個人跟我說 他說我買了三千元東西 現在開心點了 不過又不是開心很久 因為他希望買東西來得開心 有些人真的會這樣 開心就玩樂 結交朋友 又不計較這個朋友 是不是好的人 隨意結交朋友 他令我開心 我就跟他做朋友 或者有些人說 很開心 好了好了 結婚 和你結婚 沒想到這個決定 是一生的決定 而不開心又如何呢 又吃東西 又買東西 辭職 哎呀不開心 走啦 不做啦 但之後很難找工作 自己受苦了 或者是罵人 和人絕交 很多人都是這樣 他就斷了人的關係 斷就容易 建立是難的 但有些人說 他真的不好 不好 但我們都可以影響他 在我們說的網上 我是在某些情況 我才會斷這個人 什麼情況呢 那個人不斷發一些 控告性 破壞性的訊息 而我告訴他不好 因為那個人真的不聽了 重複說很多次 如果那個人是困難 譬如他很多 哎呀很慘 很煩惱 我都會叫他 跟他說 你有什麼可以做 我會去問他 但我不會因為這樣而斷了他 因為為什麼呢 我這樣斷了他 他會很不開心 我不想因為這樣 而只是有些人 刻意破壞 刻意傷害 那些人 到某時候 那種騷擾 真的太大了 那時候我就會告訴他 因為你這樣做 所以我會斷 但如果你不做 我會停 我會由得他的 如果你不再發 這些控訴的訊息 我會由得你的 有些人不開心 就會割手 又會離家出走 甚至自殺 這是最慘的 因為自殺 是可以落地獄 雖然有些人說 有些人自殺 也沒有落地獄 不過這個 就是他在最後的情況之下 他如何呼求神 就是神去拯救他 但是這個不是常規 自殺是一件不好的 因為中國人 還有一些人 他有做錯誤的觀念 就是什麼呢 自殺就去了另一個境界 那個境界沒有現在那麼苦 但其實可以是更加苦的 即是這裡被人看到 原來我們做了很多決定 都是因為一時的情緒 那你有沒有受到這種影響 去同一個人討論 那這個文章有什麼作用呢 你就問問他 你平日 譬如有時你不開心 你會做什麼呢 那些事情有沒有影響你呢 有些人真的這樣說 不開心就絕交 所以沒有朋友 不開心就劈砲 所以沒有工作 不開心就吵架 所以家庭又破裂 很多事情都是因為 不開心的時候 做了一個決定 所以他整個生命都破壞 這些都是可以討論 我們盡量跟別人聊天 就不要教導那麼多 而是問他 你覺得 你不開心的時候 多數會做什麼呢 那麼那件事會怎樣影響你呢 那件事對你有沒有好的地方 或是令你不好 令你更加不開心呢 那你想想脫離這個不開心 儘量用問題一邊問下去 這件事有沒有影響你 那你想想脫離 這件事會怎樣影響你 你想想脫離 那些方法呢 你有沒有試過呢 那些方法有沒有效呢 那你想不想我給你一些提議 這些就是一些不同的方法 引導他去處理 而當一個人時時被情緒影響 又不開心又煩惱 不開心就會被魔鬼偷竊殺害偉懷 犯罪也會被魔鬼偷竊殺害偉懷 做錯事也會 有些人會說不開心為什麼會 其實很簡單 道徒竊殺害偷竊殺害偉懷 不開心就沒有了平安喜樂 第一 有些人真的天天都不開心 你看到他都說天天天都不開心 那已經沒有了喜樂 沒有喜樂自然沒有信心 神也不幫我 沒有信心 就沒有力量 做事也沒有力量 他怎麼有動力去做事呢 亦都沒有什麼智慧 因為不開心就會做些決定 都是錯誤的 所以沒有了智慧 又沒有資源 為什麼沒有資源呢 工作被人解僱又有魚 經濟又有困難 所以人又有影響 接著是健康 健康一定受影響的 通常你見到那些人 經常都會整身痛 經常都睡不著 都是因為情緒問題的 他聲譽 一個不開心的人 人們當然會說他 這個人經常都不開心 不喜歡跟他在一起 看到他都連著臉 不想見到他 這就影響了他的聲譽 以及人對他的信任 人際關係 家庭也會影響 一個不開心的人 是很難有一個幸福家庭的 他的機會提升是很難的 他能夠保持現有的機會 已經算是幸運了 即是他能夠保持現有的工作 已經算是幸運了 他更加會失去 失去的時候 他越做的工作越差 為什麼呢 你曾經做過好的工作 接著做得不好 被人踩到魚 當你一直被人踩到魚的時候 你再找回那些工作 就沒有人請你了 去找那些都是一些 再更加低的工作 所以他的機會 或者是侍奉的機會 都會失去 還有神的計劃失去 賞賜也都失去 最慘的就是失去永生 有些人因為煩惱而失去永生 為什麼會呢 神都對我不好 我很不喜歡神 我埋怨 他時常是這樣的時候 他連永生都可以失去 即是他一直埋怨神的時候 可以失去的 先看看 好 我們也有時間講完這個部分 神是喜樂的 而他很樂意把喜樂賜給我們 這件事很特別 我們人 其實人人都會有不開心 我自己也會有 自己會有時無緣無故生出來 有時自己不知為什麼 就會有些事情困難 或者沒有原因都很不開心 我們每個人都試過這件事 我相信是沒有緣故自己不開心的 我都發覺有這件事 因為人有罪 所以會有不開心 但是神永遠都是開心起落 當然當神審判的時候 不是發出祂的喜樂 但是當人依靠神的時候 祂不會審判我們 祂是祝福我們 首先神是因我們歡欣起落 默然愛你 請你喜樂而歡呼 而是開心的 神是一個開心的神 所以在天堂是好到不得了 這是其中一個傳統方法 有些人很不開心 我們就說 你知有一個地方很開心的 不用錢的 送給你的 你上不去 有些人以為去旅行就會開心 但其實有些人去旅行是不開心的 為什麼呢 去到旅行又說 這件事不好 以前曾經有時搭旅遊巴去旅行 有時我們會自由行自己去開車 但有時就跟隊去 我發覺在車上和吃飯 是周時聽到 哎呀 這麼熱 哎呀 這麼多人 哎呀 這些東西都不好吃 哎呀 都不漂亮 這些東西都殘忍了 都不像上次來一樣 很多這些聲音 那個領對都不好 都不幫助我們 這些聲音是經常都有的 人依靠這些事物 都未必會快樂 但是我們的神是一個喜樂的神 所以我們可以喜樂 這些聲音我們都可以用來幫助人 神是開心的 所以我們有耶穌充滿我們的心 我們都可以變得開心的 還有我們有良善有忠心 我們親近耶穌 有良善的生命有忠心 這樣就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天堂很開心的 我們用這些照片 不用一次用完 有時用一張已經談得很好 那就由那裏引入去信耶穌 就已經可以 或者倚靠耶穌去處理生命 已經可以 這些都可以 在世上有沒有快樂的地方 有的 不過那些快樂有多久呢 有時不是很久的 我很久之前去看電影 我又很深刻這個印象 在看電影的時候 很興奮、很開心 一散場 那時的電影一散場 那門一散開 一走出去 就很光亮 一出去很光亮 那感覺 是有些少許空虛的感覺 剛剛那些興奮沒有了 昨天的聲音就沒有了 這也是人的開心 是當時一些經歷會開心 但是那件事會過去 但是呢 在神裏面 我們現在可以繼續開心 將來也可以繼續開心 還有聖靈來到 有神居住 你裏面又有產生 愛、喜樂、和平、忍耐 你裏面會產生出來 那你都可以分享 大家有沒有 愛、喜樂、這些果子 你有沒有有時讚美神 你越多讚美神 你真的裏面會開心出來 那你就告訴別人 我真的試過很多次不開心 我讚美神就馬上開心了 我跟著那些詩歌 我真的會開心 那你分享給他聽 那這件事是可以鼓勵人的 而神完美的愛是帶著喜歡的 就令人很鼓舞 就是神是喜歡 人不是這樣 人是怎樣呢 人看得到人的不好 注目於人的不好 就算你有好 他也有時看不到 就算你有很多好 譬如你很厲害 考試考得很好 有時有些父母都會說 你差一點就100分了 你下次努力一點 這句話又不是錯的 下次努力一點 不過他的感覺就是 哎呀我99分 他也不開心 他也不會大笑 他總是看著我欠一分 這就是人的性格 未必會容易歡喜 但是神就怎樣呢 詩篇149篇4節 因為耶穌說喜愛他的百姓 就是跟從他的人 神是喜歡的 神看著你喜歡的 你現在想一下自己 你跟自己說 耶穌現在看著我 很開心的 很喜歡的 祂很喜歡我的 你會不會這樣相信呢 神現在很喜歡我的 祂在笑的 祂在喜悅我的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我經常都是這樣 神喜悅我的 然後詩篇147篇11節 耶穌說 喜愛敬慰他 以及盼望祂慈愛的人 你尊敬祂 你不會隨意犯罪 以及盼望祂慈愛 神很想活在你愛中 神就喜歡的 神就開心了 祂又因我們歡欣喜樂 默然愛愛 請我們喜樂而歡呼 所以神是一個開心的神 尤其是當我親近祂遵從祂 神就歡喜了 好了 我們今天就停在這裡 那大家在做什麼呢 我又去到這些範疇 再很快就這樣說一說 就是因為很多人注目在困難 為什麼很多人缺乏喜樂呢 就注目在自己的問題 就沒有注目在神 注目在神就有喜樂了 我們都可以分享一下自己 分享的時候 不要只是說我現在 是多麼好 而是說以前我曾經 甚至現在有時都是怎樣 有時被人罵完 都注目在問題很久 都有不開心的 我們都說到 當我注目在問題 我真的在心裡都吏著 很悶的 後來注目在神 真是人就輕鬆了 你會不會想開心呢 當有困難發生 你會怎樣呢 我們都可以分享的 被人罵完 都不會馬上去得到 注目在神的 都是需要時間 不過你怎樣轉接 怎樣改變 待會我們都可以嘗試去用這個 大家有沒有下載到這個 PowerPoint 這個PDF 下載了呢 你就試一下跟別人解釋 然後去幫助他 然後這個喜樂的心 是良若憂傷的 靈時骨骷肝 又問問對方 你有甚麼地方 你可以先說完 又問他 你覺得你有甚麼地方 是注目在哪些事上 有沒有令他開心呢 就算那些人不信耶穌 他有些人也會開心一點 因為他的注目是甚麼呢 他有的東西 那些人對他好 他也會開心一點 當然我們可以告訴他 這些東西都會改變 但是注目在神的恩典是不改變的 而很多人也做決定 是被情緒所帶領的 而接著就被魔鬼偷攜毀壞 你想不想被魔鬼偷攜毀壞 怎樣可以保持神給你的禮物呢 而神是一個開心的神 而因為我們開心 我們都可以問他 你相信神是這樣的 有些人覺得神是怎樣 他覺得神很兇 神很高要求 因為人要求 所以他覺得神也是這樣的 但我們怎知道神是開心 第一是由聖經 即是說到他注目在人做得好的地方 第二 就是我們親近神 發覺 就算有很多東西未改 當我們一悔改 都心裡有平安 就算有很多東西仍然有軟弱 但是我一讚美神 他人都開心 所以看得到神即時接受 神即時祝福 而聖靈來到會結出果子 而神是歡喜我們做任何對的事 祂會因我們歡欣喜樂 所以我們就可以開心 開心做基督徒 越親近神越得到開心 如果你還未信耶穌 你也可以開心 越來越開心 你也可以分享一下 你自己信耶穌之後 有經歷過的開心 我們一起起來祈禱 首先釋放我們的靈 幫我們處理 我們裏面有任何的垃圾 我們的生活方式 我們的思想模式 有沒有影響我們呢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感謝你 因為你不計較我們的軟弱 你不計較我們犯過的罪 我們有任何的過錯 你都沒有計較 你永遠給我們機會 讓我們真心悔改 信靠耶穌 跟從耶穌 神你就歡喜了 一個罪人悔改 天上都為祂歡喜 我們一親近神 神就歡喜了 神即時回應 神就住在我們裏面 我們亦都會多結果子 即是神就喜悅了 神就跟我們一起了 我們將一杯涼水 給一個小子 都不能不得賞賜 所以我們做任何對的事 神都歡喜 我們有任何做得不好 我們就求主赦免 求主幫我們處理 我們裏面的垃圾 我們一日之中 可以有大部份的時間 都是起落 並且將來 越來越多時間 是起落的 時事感謝神 時事讚美神 從早到晚都可以起落 求主幫我們處理生命 如果有些東西卡住我們的生命 求主幫我們放手 那些問題我們越想著 結果是越痛苦 但是當我們越多想神的恩典 將那些問題放手 我們越得到力量 在這一陣子 求主幫我們 在這一陣子 我給大家少許時間 試一下將你的煩惱放手 就說不重要的 不可以死的 那些煩惱來到 我都沒有試過 被他打到死了 是我自己的煩惱 所以死了 煩惱而已 不是神令到我們痛苦 不是困難令到我那麼痛苦 是我繼續思想的困難 以致我痛苦 不是困難 是我怎樣回應的困難 這一陣子你跟耶穌說 主耶穌幫我放手 多謝天父 還有有些什麼需要放手 可能人際關係 自己的情緒 跟人相處 有些失敗 有些疾病 越注目在疾病 疾病越難好 越注目在神 愛神 享受神 越有機會好 主幫我們把這些 不好的東西放下 不要緊的 我們去處理 也懂得幫人處理 其實我們周圍都很容易找到一些人 經常都不開心 我們可以靠主耶穌去處理 幫助他們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主耶穌求你幫助我這一陣子 這一陣子 你可以用動作幫助自己 可以把手放在心口上 把裡面的不開心 的東西全部放出來 主耶穌幫我們把這些重擔 全部釋放出來 所有重擔釋放出來 不重要的 哈利路亞 可以靠著耶穌 有喜樂、有平安 多謝耶穌 可以有喜樂、有平安 可以放手 所有重擔放手 那些重擔其實都不是重得很重要 是我們覺得它重 所以很重的 我們靠耶穌得勝有餘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